蜗牛探西游第16287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三 大师兄 师傅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四 师傅别急 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他 但只要仔细读过园主 就会发现他不仅不老实 还是一名蛮藏的很深的老司机 首先 他被贬的经历让人非常怀疑 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 我是灵霄殿下试暖鱼的卷帘大将 只因在盘桃会上 失手打碎了玻璃战 玉帝把我打了八百 贬下剑来 变得这般模样 又交七日一次 将飞剑来穿过胸鞋柏鱼下方回 顾此这般苦恼 大家想一下 一个玻璃杯值得了多少钱 特别是对天庭来说 还缺着玩意儿 再说 他还是玉帝的贴身保镖 不看僧面看佛面 也会放他一马 可是玉帝要砍他的头 后经赤脚大仙劝阻 才改为大八百屁股 眼下流沙盒 即使这样 玉帝还不解恨 还让飞剑每七天穿他熊摆迂回 这让人很奇怪 玉帝为何对他有这么深的仇恨 其次 我们看他第一次与观音菩萨见面的动作 那怪物手执一根宝杖 走上岸就捉菩萨 却被灰暗撤混铁棒挡住 喝声修走 那怪物就持宝杖来赢 他倒是识货 没有直接去捉木杖 而是捉观音 经过一番打斗 得知是观音后 马上跪下告罪 并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 观音于是对他说 已在天有罪 即便下来 金用这等伤神 正所谓罪上加罪 我禁领了佛旨 上东土寻取经人 你何不入我门来 亏一善果 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 上席天拜佛求经 我教飞剑不来穿你 那时劫功成免罪 赴你本职 心下如何 沙僧赶紧说 我远归正果 本来这事就该完了吧 不料沙僧又 靠前一步告诉观音 菩萨 活在此间知人无数 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 都被我尸了 凡尸的人头 抛落流沙 净沉水底 这个水 额毛也不能浮 唯有九个取经人的窟窿 浮在水面 再不能沉 我以为义物 将锁而穿在一处 闲身拿来玩耍 撤去 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 却不是反过了我的前程也 前面是告诉观音 九个取经人来此 都被我尸了 还被我串成项链玩耍 后面威胁观音 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 却不是反过了我的前程也 这一图也太明显了吗 可以得出结论 前面部分他捉观音都是在演戏 后面威胁观音 不招我进取经队伍 取经人休想过这刘沙河 难怪有人说 沙征是取经队伍中的间谍 唐僧到了刘沙河 沙征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居然顾忌重演 那怪一个旋风 奔上岸来 竟抢唐僧 慌得行者把师傅抱住 急登高岸 回身走脱 那八戒放下探子 撤出铁盘 望腰颈便住 那怪是保障嫁住 他两个在流沙河岸 各逞英雄 这个动作与捉观音和其相识 可见 沙封怕唐僧不要他 所以也故意找茬 展示自己的功夫 在这次战斗中 孙悟空不敢下水战斗 朱八戒在水下又打不赢他 最后还是观音派木炸来 才把沙僧收服了 或者说 沙僧才没有弄了表演 老老实实地与唐僧当徒弟 杨下本作与似乎